我昨天說 如果你留加一加電話 我會帶你進場 今天第一個進場 摳進的新標股 所以就說昨天如果說你有把握機會 就跟上我今天摳進的第一檔新的標股 那你就跟上 恭喜你就跟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麼在520之後 今天是520之後的521的第一天 那市場呈現一個亮縮的走勢 預估量只剩下3600億 那指數呢是回檔大概50幾點 那算是520的這個總統就職的進駐行情 算是暫時告一個段落 我想這都不讓人意外 因為昨天我們新總統講話有點嗆 然後之前的階段性任務的一些非電子股部份 比如說什麼營建 金融 軍工等等 那今天普遍來說都拉回 航運股之前才要讓一度比重三成 現在剩5% 所以整個非電都在進入一個休兵的狀態 因為前面其實都漲了好一大段 漲完了要休息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從520之後到6月3號 跟6月3號到6月7號是Computex展 我就說這一次主題就是AI 然後重新雲集 黃仁勳 蘇之鋒 然後高通intel的總裁恩智浦的副總裁 幾乎一堆大咖全部都要來 然後聽說的高層不是那個庫克 他以下的另外一個好像最近跑到台電去 台灣現在在AI的這個理由就是這麼的重要 大家都一定要來台灣要巴結台灣相關廠商 才得以在AI的相關產品的推進之上 得到最大助力 所以從520之後到6月初的Computex 全市場全球矚目都在這邊都在AI 而且都在台灣 所以最近一定就是跑回到相關的電子股 所以電子股今天雖然量縮成要比重還是6成 那最強的是什麼 不就散熱股 廣域亮燈首長 艾姆勒大漲創新高 海檔艾姆勒第二 今天也要公開了啦 3564的奇洋 雖然剛才一度拉回 但是早盤也是大漲創新高 然後機殼成名店 這也是漲停啊 銀廣這也是漲停吧 那這兩個我沒有買 成名店之前有大賺過一趟 這個就是我說的 就是說二線的會飆 榮頭不是不好 雙紅 奇紅 廣達 瑋穎 或者是技嘉 鴻海 你可以買 慢慢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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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為開始訂單 大量外移到二線廠 所以散熱的如此 飢渴的也是如此 所以現在會飆都是二線的AI股 然後機器人 所羅門 連股價也不要漲停 又來到一百五十一塊半的 挂牌的歷史行高 但我沒有追索羅門 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的是 NVIDIA的AI機器人的訂單 不是只有給索羅門 索羅門只是其中一家 除了索羅門之外 另外還有三到四家 都已經拿到NVIDIA AI機器人的訂單 索羅門只是其中一家 你被你知道的 其中還有四家 我們今天也買了索羅門第二 今天也是這樣子漲停 所以再來的六月份之前 我認為台股會非常精彩 它就是全部都是AI 那不是AI的 可能你要稍微等一下 比如說經濟科 IP5今天都沒亮 所以前面漲兩根漲停板 漲上來之後高檔亮縮 就耐心等待PCIe 是不是可以在五月份 六月份簽下來開花結果 重大力多 只要一公告 可能就V轉上去 所以今天亮縮 我們就耐心等待就好了 系統今天也是亮縮 盤中還蠻多式翻紅的 這也沒有什麼太多下跌空間 目前就小跌一點點 五月份渴望完成對聯儆的收購 只要完成之後 營收有機會從1600跳到7000萬 8000萬 甚至9000萬 1億都有可能 所以它會轉機是最大的 而且現金錢是3塊半 我就說大家可以多多去參加 股本變小 EPS變高 而且空單47000張 都要在檢支之前全面回補 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搭控 所以資金就是一個輪動 剛好今天可能就是AI股 相這個全面做一個噴出嘛 又以二線的為主 全面盆處 那IP股今天就比較亮縮 沒關係 我們就暫時耐心等待就可以 那至於安國部分 早上我們將此股 全部獲利出新一趟 全部獲利出新一趟 那安國資金是全部轉去水冷 然後CPO的部分 目前手上就留一檔363的上全 那目前股價是維持平常附近的小漲 那我認為就是等輪動 輪動資金再回來 股價要再創高 也非常簡單 但另外一檔訊薪的部分 早上也將此股全部出新 這個部分就跑去買什麼 跑去買全新的索羅門第二 買在漲大概三四趴左右 剛剛就亮燈漲一半 一買就大賺 所以就是要跟著主流做操作 然後二線的會強於一線 再來六月前 我認為很多AI零件 股票將會大調特標 這波會很標 你一定要跟上 你沒有跟上 你真的會對心冷 那廣運來說 禮拜五的時候九十二塊八 禮拜一呢 就一度亮燈一百零一嘛 今天又亮燈所漲 來到一百零五塊 股價雖然說 還沒有過這一個108.5元 去年幾月七月份的歷史最高 但其實你看 以這兩天的收盤價 其實都已經收到 大概九十幾塊一百多塊 早就收盤價 早就已經創歷史新高 從上個月的收盤價 就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 所以它的隱含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家公司 就量價的結構 早就已經到一個新高的階段 108.5那個部分 根本沒有什麼量 所以這個上去海闊天空 10月份會先出Intel的水冷 7月份起呢 包含什麼廣達 核碩 未來美超委的水冷機 但陸續就會出 下半年整個營運會 整個大爆發上來 但你不要以為說 它就是一個水冷的公司 其實它過去是做什麼 它是做自動化設備為主的公司 也就是說機器人的部分 其實本來就是它擅長的領域 所以當初NVIDIA 除了找上索羅門之外 其實本來就還有找大概三四家 其中廣東就是其中一家 那據我瞭解NVIDIA的部分 機器人的訂單同時也已經下單了 它就成為台股唯一雙主流 叫雙刀流 雙主流的標股同時有 AI機器人同時有水冷的雙股流 那今天我估計至少賺個六塊錢 樂觀點超過八塊 我們就用最保守六塊錢的估算 你向上比價高利 其紅雙紅 不是說比價位 我們說比本益比 他們都大概都三四十倍 那你六塊來說 三十倍是要多少 六三十八六四二十四 昨天之前還在九字頭啊 所以我就說這是一個 長倍空間的標股 而且當初講的是水冷 現在是雙刀流啊 因為今天的索爾門 股價其實也漲到多少 一百五十一塊半啊 這波索爾門硬生生 從三十九四十塊錢 一路旱地拔中 漲到今天一百五十一塊半 漲幾倍去啊 那你如果機器人要比價索爾門 也都還高它四十幾塊錢 所以比價空間非常大 台股目前唯一的 機器人加水冷的雙刀流的主流標股 這雙主流標股 那我們也是大轉續報 會員都大轉續報 而且這個其實我跟妳講很久 當初在跟你講說非常看好 廣運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上上下下 混來混去混來混去 一度往下洗 還好我對於趨勢是非常有把握的 耐得住這一段的 也不要說折磨啦 就是小轉小培小轉小培 就是你要耐得住性子 有這邊就一路噴出了 是證明最後我們的等待 都是有價值的 全部都是大轉 然後這一波更標的艾姆勒 上週四漲停板43.85 上上週四 然後上週五禮拜五 又漲停板48.2 然後50.7 50.1 49.3 整理三天 上週四漲停板54.2 然後54.6元 就又上來了 53.6 剛剛最高來到55.8 也是一樣再刷新新高紀錄 雖然說稍微小小有點賣壓 但是你看這些股票真的很厲害 都是看回不回 那你看前天一度 我記得盤中跌大概八九趴 拉下影線 當天換手完畢 隔天漲上來今天再創稿 這就是最強勢的主流 這種看回不回的走勢 然後手上水冷部分包含廣達 本來就是廣達汽車用的散熱相關零組件的主要供應商 廣達本來就是客戶 那廣達現在大力從車用跨入AI伺服器的 這個需要很大量的水冷散熱 想當然了 他就當然變成了供應商 鴻海GP200訂單也在洽談當中 美超維訂單這已經沒有問題的 早點下半年晚一點 明年出貨就看美超維的拉貨的時程 那我看來就廣達洪海美超維 大概都想要在大概九月十月份 陸續就要先陸續就要拉 那現在最缺的 就是所謂的水冷相關的元件 所以就是說 他已經成為一個戰略物資了 現在大缺啊 有技術有產能的 通過認證的拜託價格都好談 趕快給我 我準備要出貨了 搶出貨 所以訂單大量從一線廠 雙紅其紅 當然技術還是最強產能最多 開始外移到二線廠 所以像廣運 艾姆勒過去 沒有什麼賺太多錢的 下半年或許會激起直追 但明年這樣會大轉 而且五月二十三號就後天了 今天禮拜二嘛 禮拜四將董監改選 這次超級有看頭 因為現在大家都想要搶 相關的水冷的資源 那又有董監改選 所以就說大廠嗎 一減二股 固莊 希望把所謂的 零組件的供應的 這個莊角把它固起來 同時也可以賺資本利得 未來看得出來 就說未來好 搞不好很多家 都變成第二家的 其紅雙紅跟高麗 從幾十塊錢 漲到四百多 六百多 八百多塊錢 再過幾個月 我相信可能幾十塊錢的散熱股 可能都看不到 他就好像三年前的疫情大爆發 那個時候的二線的IC設計股 如果你回想起 那個時候晶圓代工大缺 連電也漲價 臺電也漲價 晶圓代工大缺 Driver IC MCU 你想像到所有IC全部都缺 大陸那邊的黑市價格 一漲再漲漲好幾倍去 那個時候的天宇 我記得我最低買39塊 最高標到399 總共漲多少 漲十倍 現在的二線的這種水冷散熱 跟當初的二線的設計股 我認為幾乎如出於測的狀況 而且這次缺貨可能會更加嚴重 所以未來不會有便宜的水冷散熱股 所以艾姆勒這種還在五十幾塊錢 我告訴你搞不好半年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股價搞不好已經三位數字去了 然後兩天後的董憲改選 不只傳言神盾集團 據我了解 還有兩個大咖也在傳言當中 那這兩個大咖新聞沒有寫 我就不講 因為這種東西還沒有辦法證實 後天就知道 你就拭目以待吧 今年的AI相關的董憲改選 絕對都是精彩可惜 股價更加精彩 那我們買在四十二塊錢 已經賺了三成了 艾姆勒就持股虛保 艾姆勒第二 一定有當充一定有隔日充 但是每天盤中換手完畢 趨勢不變繼續往上 因為未來不會有太便宜的戰略股 這幾乎是可以確認的趨勢 那他是搭配廣運一起研發水冷的相關產品 五月份就一同出貨 大概從五月份一收就有機會跳升二十八到三十八 而且他過去是以比如說工業用的 或者網通相關的產品為主 水冷是新的東西啊 所以一旦下半年整個水冷的比重 整個營運拉高 大家把它正視為一個真正的水冷股的時候 那本意比比較重新評價 就會帶動股價一波新的大行情 所以我就說未來這種一百塊以下的水冷股 未來恐怕都會是三位數字 艾姆勒第二 這個也是都大賺 所以上禮拜我就有說 你留言二二二四一 我可以讓你見證艾姆勒第二 或者你想買艾姆勒的我也可以帶你買 你想買廣運的我也可以帶你買 或者是如果說你 我昨天說如果你留加一加電話 我會帶你進場 今天第一個進場 摳進的新標股 摳進的新標股 那如果你有把握的話 跟我說嘛 索爾門不是今天我們買的啦 我是說舉它為例子 從40漲到現在已經不是144.5 我做資料144.5 現在已經不止了 那漲停板是151塊半 到144.5漲261% 那現在應該已經漲了 大概270%以上 那我們今天早上 新買進的是這一檔 索羅門第二 索羅門第二 我印資料的時候呢 它是漲9.2% 那很抱歉 剛剛已經 亮燈漲停 已經亮燈漲停 所以就是說昨天 如果說你有把握 那個機會 就跟上我今天 摳進的第一檔 新的標股 那你就跟上啦 恭喜你就跟上 那NVIDIA除了索羅門 總共還有三四家 已經拿到訂單的 這也是其中一家 拿到NVIDIA 全新AI機器人的訂單 而且當初索羅門 從40漲到151嘛 這家公司現在只50幾塊 所以人家從40漲到151塊半 這家只有50幾塊 而且人家已經 也確認拿到NVIDIA訂單了 前兩個月 三月份 GTC大會之後 索羅門開始飆漲 那時候他其實 只是合作夥伴 也還沒有拿到NVIDIA訂單 就已經飆成那個樣子 這已經確認拿到訂單 那股價不是空間太大了嗎 所以黨黨都是標股 六月初之前的台股會很AI 會很精彩 每一檔都是不得不買的標股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上 所以今天這老師也不囉嗦 在廣運 艾姆勒 其陽飆漲之後 只要你今天留言 來電YT LINE 或者你打電話 也都可以啦 留言6125 就是廣運的代碼 加上你的手機 就讓大家一起見證 最新索羅門第二的全新標股 好好把握機會 祝大家潮生你 明天再見 MING獨立判斎